据环球网报道 15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波兰外长拉乌会晤 在最后的记者发布会上有波兰记者提问 俄罗斯是否会入侵乌克兰 拉夫罗夫用表情和眼神神回复 引发现场笑声一片 拉夫罗夫还对拉乌说 你们的记者不太灵光啊 事后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文评论 由于西方伙伴不能完全理解语言传达的意思 在回答问题时需要积极利用面部表情 点头和眨眼 向拉夫罗夫学习 近日西方一直在渲染2月16日 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然而到了16日这一天 战争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 对此据俄罗斯卫星通学社报道 扎哈罗娃表示 2022年2月15日将作为西方战争宣传的失败日再入史册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普京有时会开玩笑的 让我们查清楚战争何时开始 西方是否已公布精确到小时的开战时间 当地时间15日晚 普京表示已准备好以谈判方式解决问题 撤军视频也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让此前渲染紧张局势的北约措手不及 联合国秘书长 果特雷斯15日通过发言人表示 对于俄乌局势保持密切关注 已注意到俄方称 从乌克兰边境撤出部分军队 秘书长表示 任何能让局势降温的举措 无论是实质行动还是外交辞令 联合国都表示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